一鍵完成的話,大概就是我先DEMO一下年曆 我們全部完成年曆 然後請輸入年份,比如2022好了 然後當然只要輸入年份就可以 那我只要把這個年份丟到儲存格 並且加上斜線1月1號 把它丟到裡面去 就是產生這一個年份的1月1號 OK,這樣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要請使用者輸入一個完整的日期 比較麻煩,那輸入哪一年 我幫你加好了,OK,按確定 確定完之後的話 我們後面就是像之前一樣 先增加2月1號到12月1號的每一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再增加每個月的其他天數 全部完成 然後再把禮拜六、禮拜天格式化 OK,就是之前我們做的啦 只是把它全部串在一起,按確定 有沒有,就一次完成了 OK,其實以後的程式就這樣嘛 也就是說你以後 你在寫的時候就一段一段一段寫 但是最後要把它全部 有點像那個零件一樣嘛 你可以把它全部湊在一起 然後看你要怎麼拼湊嘛 就看每個人的工作需求 所以以後的話呢 反正就是先把每個工作切細 然後以後看你要怎麼拼拼湊湊 只要程式,不可能說一次要把這個全部寫完 一次全部寫完,太複雜了 而且錯了你也不知道哪邊錯 所以盡可能的 你那個工作 最好是先把它拆散 所以呢 像之前有同學問我一些問題 我就說你可不可以先自行 先分析一下 你這個工作 有沒有辦法把它拆開來的 如果可以你就拆拆 先拆解 然後呢 逐一逐一寫 寫完之後全部再拼湊起來 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效果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 如果假設你都沒有去做 你的工作的拆解的話 你說真的 你要一下子把程式全部寫完 不可能的 沒有人那麼厲害的 然後可能全部 除非說你已經 什麼都已經融會貫通了 那當然叮噹別 可是我不是的話 還是要先思考 你工作裡面有沒有辦法拆 而且最好是拆越細越好 不然的話 有些地方 看起來好像 程式邏輯還是蠻多的 那你要寫這個程式 就會非常容易寫錯 所以盡可能的 像我們其實就很簡單嘛 所以我剛剛拆解 所以再來就是 清除 清除的話 就是 其實我這個怎麼寫 其實 因為我留下第一天 所以後來想到說 我們用Range 把整個Range先清 可是問題Range清掉的話 這個日期不見了 那怎麼辦 後來我就取巧 想了一個方法 乾脆先把這個日期 先存在一個變數裡面 等到清除完之後 再把它拿回來 放回來就好了 所以其實頭 第一行就是先把這個日期 先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尾巴的話 就把那個變數裡面的值 再塞回來而已 有點像那個 那個什麼 剪貼布有沒有 先先放在剪貼布 複製了 然後等到刪完之後 再把它貼回來 到底差不多 所以喔 清除的話 比較簡單 那年曆的話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以剛剛年曆的部分 可以拆解成幾個動作 第一步就是輸入這個日期 第二步的話 就是輸入每個月的第一天 第三步就是所有日期 第四步就格式化 所以四個步驟 那因為其實還蠻複雜 所以喔 如果你有時候聽得比較吃力 回去再慢慢看一下 我有把完整的程式碼 放雲端上 你們再參考 所以第一步的話清除 我們來看一下 那清除怎麼寫 其實基本上 就我剛剛講的 清除的話 其實先怎麼樣 我先把A2裡面的值 先存在一個變數A裡面 OK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Range裡面有一個清除全部 清除內容 當然你可以寫什麼 A2到L的32 點clearcontents 或者另外一個寫法 你寫的這樣 等於空的也可以 如果你不習慣 寫點clearcontents 你寫等於空的也可以 等於裡面都把它清空 OK 寫點clearcontents 好 那再來就把剛剛的這個日期 再把它放回到A2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把A2的資料放在A 再把A裡面的值放回去 所以你會發現它這個值就會恢復了 那底下的話就是call什麼 還原格式 為什麼還原格式 因為我們在加年曆的時候 其實我有呼叫那個年曆的部分 那因為如果你沒有呼叫 其實你刪掉資料看不出來 但是你資料一放進去 就看出來了 禮拜六、禮拜天的格式還存在 所以基本上清除年曆的部分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第一步 我們是這樣 這個地方e-day 有沒有 每一天 那e-day每一天的話 你記得吧 我們是用什麼插入那個 這個文字 日期時間裡面的函數 e-day 然後呢 就選這一個 相差一個月嘛 按確定 它就2月1號 一直到12月1號 有沒有 那可是如果這個動作 我們把它寫成VBA的話 該怎麼寫 欸 寫成VBA喔 那不過 當然幾種方法啦 我們其實基本上最簡單就是 輸出公式 一樣是丟在這個第二欄到第12欄的裡面 可是前面喔 我還有印象嘛 我們是丟公式是從上往下的 是列嘛 可是現在欄比較特殊喔 為什麼比較特殊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呢 每個月 所以第一個啦 我們先寫每個月的第一天 但問題來了 每個月第一天 這個要輸出的話 那我們前面的話是4i 有沒有 等於多少多少 可是橫向的話 我喜歡追 因為橫向嘛 向右喔 不是向下喔 OK 等於什麼 第幾列 第二列 我們跟人家講 第二欄到第幾欄呢 第12欄 Enter兩下 打個Next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Sales 瓜弧 第幾列呢 列一樣 應該是第二列 所以輸入2就可以了 豆點 哪一欄呢 特別是說 欄的話呢 要隨什麼呢 這個Trade值去變動 所以呢 他第一次會輸出第二欄 再來第三欄 瓜弧 那裡面等於什麼呢 等於 就是一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話 其實前面我們是用哪一個 用這個 這個 等於1對 然後呢 瓜弧 A2 0.1 把它放到裡面 但問題來了 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面來 但是 貼上來的原理原則 跟之前的做法一樣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一樣要變成 什麼 兩個 第一個 這個之前講過 第二個的話呢 是什麼 把那個列號 變成什麼 變成I 但問題來了 這裡沒有I 這裡就是J 所以喔 這邊的話變成什麼 要把前面的什麼 A 變成 B 所以喔 你會發現我這邊把它貼上 這邊貼上 那我這邊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現在執行 這樣子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全部都是 什麼呢 2月1號 為什麼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 那如果你要變的話 應該怎麼變 應該這邊是A2 這邊要變多少 這邊要變B2嘛 對不對喔 變B2才對 有沒有B2就是了 這邊變多少 變C2 E是類推嘛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剛好 可以把這個地方做變動 其實喔 這個 當然坊間書記 你應該是找不到答案的 這個也是要自己想辦法 如果把 當它 第一次輸出的話 是A 第一次輸出的話 是第二欄喔 然後第二次的話 是第三欄 第四欄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就是喔 多一個變數 叫COL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叫COL 等於什麼呢 等於A A兩個 因為我 當它等於2的時候抓A 當它等於3的時候抓B 抓C D E F G H I J K L 所以分別是什麼 這是2 剛好配合這邊 J等於2 這邊是3 4 5 6 一直到最後是12 OK 有沒有 剛好是2到12 所以這個2到12 剛好會用到文字 剛好就是A到L 有沒有 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前面這個A是幹嘛的 A沒有作用 所以你不叫A也沒關係 因為我不知道要打什麼 我再打個A好了 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前面那個一定要叫A 沒有啦你叫別的數字也沒關係 它只是一個 會就是只要這個就用不到 主要是從這個第二個 那怎麼去動態的抓這個資料 接下來有點比較複雜 記得在裡面 如果你要抓哪個字的話 E請你選取A 然後把它雙引號 一樣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 and移到中間 之前的話呢 我們是放個J對不對 放個I 那這裡的話當然理論上是放個J 不過放個J的話 得到的話是一個數字 那我們要把數字變成文字的話 這邊呢 你可能要再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MID MID是抓第幾個字 刮弧 然後呢 把什麼呢 把那個字 哪個字 COL 那個column的字 上面這一串字 在第幾個 第幾個就剛好追 逗點 取幾個字呢 取一個字就好 然後刮弧 特別注意喔 這個相對是比較麻煩 這個是想出來一招 這一招的話 這是什麼 就是喔 我就是動態的把一個數字J 轉換成一個文字 那文字是從這個地方去取 當它等於1的時候呢 那就取到A 當它等於2 不過J等於2 當它等於2的話是取A 所以你們要取A 然後當它等於3的話取B 以此類推到L 好 那記得喔 最後還有一件事要做 AND前後空白一下 因為這個是一個規則 AND前後把它空白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寫出來了 他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說這個難度更高高段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縱向可以啊 橫向怎麼辦 橫向就用這一招 這一招說真的 這也是我想出來的一個變通方法 不然說真的 因為喔 他這個不接受用數字 但是回圈只能用數字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把數字變成文字 用這一招就OK了 不過當然相對難度又比之前的I還困難很多啦 如果你一下聽不懂沒關係 回去再想想看 這一招是還蠻好用的 我們執行看看 有沒有辦法成功 這個就把這個連線清掉好了 然後再確定一下 再執行看看 應該是會正確啦 有沒有 2月1號 一直到12月1號 那就OK了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的A有沒有 就會自動用MID抓到了 那下一個的話呢 剛好就B 有沒有 這邊變B了 C D 一直到L 有沒有 就沒錯了 好 不過這已經有點困難了 那後面的話怎麼做 後面又更困難 每個月的其他天 這怎麼做 執行 就像這樣 實際上喔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什麼 每個月的其他天 其他日期 For I等於第三列到32列 這一的話剛好第1到12欄 然後裡面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理論上喔 寫的方法是這樣 就是Sales IJ等於什麼呢 這個後面呢 就有點像丟一個公式 但是這個公式的話呢 就這麼一長 之前我們寫過的這個 A3這個公式嘛 就是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這個裡面來 OK 然後呢 但是要兩件事 你必須把裡面的I跟J 把它取代掉 可是問題來了喔 I比較好解決 但是J比較不好 J的話就是剛剛那個方法 那做的方法應該有點困難喔 做一次有個看喔 如果你覺得還是不太懂喔 回去再反覆再看一下 那第一件事我們還是一樣 要先做什麼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有沒有 要把它取代 所以我用記事本 第一件是什麼 把這邊有雙引號取代一下 所以一樣 一個雙引號取代成兩個 好全部取代 好 那就把這個把它複製貼到這邊來 好貼到這邊 然後呢 只要看到列號A2的2有沒有 全部改成I 那改成I的方法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它空格 那同樣的把雙引號到雙引號這邊 複製 把它貼到2 這個一樣嘛 貼過來 這貼過來 那這個就第一階段 就是 如果你現在輸出的話 應該會成功 不過呢 它會變成說 它輸出的結果好像就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它輸出的結果裡面的話 全部都指到A3 這邊都A1 那第二步的話 你可能要再更改哪裡 更改這個A A的話要變成 有沒有 要隨著什麼 隨著這個 這個值去做變化 所以喔 這邊的話一樣 跟剛剛的做法有點類似 就是把上面這一行這個拿過來 然後呢 這個時候當然就不需要AA了 因為它是從1開始 不對喔 這裡好像有個問題 I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A 這邊應該是A2 應該是A2 所以它應該-1才對 應該從2開始 所以這邊往少-1 這邊應該還在-1 在I-1才對 不是它應該是先從2開始 不是從3開始 它外面是3開始 所以這邊再執行一下 理論上 這個執行 有沒有 這邊都對了 不過你會發現每個都是1月份 為什麼 因為每個都是A 所以我們需要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當它是1月份的是A 當它2月份是B 3月份是C 這要怎麼做喔 其實做法跟剛剛這個有點像喔 主要是針對這個地方 改成這個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喔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步 我們一樣在上面多一個Column A到L 第二步的話 請你把這個A刪掉 後面的空格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MID MID串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可能難度相對比較高 回去可以再試試看 那MID的話 如果你怕寫不出來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來Copy也可以 這邊也可以 這個Copy Col過來 Col到這裡 意思就是說呢 我這邊呢 會需要串一個英文字 由上面這個來決定 那當它等於J的時候 當它J等於1的時候 就抓A 當J等於2的話抓B 那以此類推喔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後面這個A也是一樣 把它刪掉 然後後面的話 就把這個AND 到哪裡呢 到這邊 把它複製到 這個雙一號後面 然後再來這個A也是一樣 所以有三個A 然後再把這個A後面 空一格 然後再AND 剛剛的那個東西 AND 這個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 放到雙一號這邊 把它複製過來 好 基本上的話呢 這樣子 沒有了 三個喔 基本上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那只是說呢 難度非常的高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一次都正確的話 OK 那表示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1月 一直到12月 一直到12月 底下就完成了 只是難度非常高 細節部分的話 回去可能再試試看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一個年曆 那就請輸入 用那個input box 先輸入 那個哪個年份 然後再串後面的1月1號 然後呼叫每個月的第一天 呼叫每個月的其他天 用call的方法 call他每個月第一天 每個月的其他天 就做格式化 這樣子就是整個年曆的完成 年曆其實就有點像是 把零件串在一起的那個作用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喔 最後的話 我把這邊的那個 先把資料先清除 留下第一天 然後再輸入這個 我這邊是剛剛是這個中段點好了 個別個別跑 把它執行一下 年曆2023 輸入好了 那你會發現 這個輸入了 再來每個月的第一天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每個月的第一天 就這個 剛剛跑的 每個月第一天 然後再來的話 每個月的其他天 再來的話呢 就格式化日期 就剛剛的那個格式化日期 就全部OK了 這三段 這四段程式 尤其是每個月的其他天 這個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給各位參考 這是第一段 在這裡 在第幾頁 第十二頁的地方 清除 這是每個月第一天 每個月其他天 年曆四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喔